相信不少人都看过《黑客帝国》吧,里面讲的是主角发现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好像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所操控着。 经过不断的调查,在后来与外面的人交谈后,通过指引回到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那之后又与控制虚拟世界的母体系统作斗争,最后与系统达成共识与友好相处。 那么,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世界吗?还是更高级的文明模拟出来的呢? 有不少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无法成立,就算宇宙是由一个密度很大的点产生了大爆炸而来,那也解释不了宇宙中的各种神奇现象,于是他们觉得,我们所在的宇宙文明有可能是更高级的浪明模拟出来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其实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程序而已,就好像我们人类可以造出电脑,开发出一个个程序,AI智能,还有游戏甚至是小说这些虚拟世界,里面的东西按照我们所制定的规则, 在虚拟的世界中生存着,我们也有可能只是高级文明根据它们本身模拟出来的,然后按照既定的规则而活着,不然怎么会宇宙刚好大爆炸,然后刚好就出现太阳,刚好地球处于何时的的生态环境。 刚好有了我们这些生命的诞生,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些科学家,就人类的存在进行了模拟实验。 不过在当时这些实验最终被纳入了哲学的范畴,就连阿因斯凯到最后,也认为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他认为有许多的事情无法用科学来解释,那么这个宇宙肯定是有一个神存在。 按照他的意思,与其他物理学家相结合的话,那就是这个宇宙存在着一个神,而那个神就是编出我们这个宇宙的那个程序员。 有话说,其实不管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宇宙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反正我们都要努力的生存着,如果是虚拟宇宙,那就好好努力,等到哪一天跳出这个宇宙,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如果是真实世界的话,那我们就更能好好努力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转发并评论哦,请,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